贝鹤02423是内地线上房地产交易平台龙头 折商证券的报告指出 未来随着外部环境改善 预计贝鹤的收入增速相对快于整体房地产销售 而公司的盈利能力也会在降本增效下出现超预期增长 在2021年贝鹤的总成交额GTD 达3.85万亿元人民币 下同市占率达9.7% 凭值20余年积累的基础设施和经纪人合作网络 贵鹤能提供真实且沉浸式的房屋资讯和优质高效的交易服务体验 扣建从资讯到交易全链条壁垒 故此即使受宏观环境和疫情影响 房产中介行业供给侧经纪人门店出现一定出清 而贝鹤相比行业收缩较少 预计未来销售回暖下市占率或将进一步提升 近期中央各部门及各地方政府持续推出房地产业优化政策 贼商证判断中高线城市需求端政策 仍有法力空间 而短中期二手房亦将率先恢复 该行又认为 伴随销售端的回暖 加上今年整体的降本增效 贵鹤在明年的利润但性较大 折商证券指出 贵鹤当前估值处于低位 但收入在未来将有可观增长 预计2022至2024年收入分别为686 828 987亿元 该行级与贵鹤买入评级 目标价72.1港元